解題 資料網路分析 節點電壓法 電路觀念 有關節點電壓法 與回路電流法的敘述 下列何者錯誤 48點是敘述筆喔 我又講了 節點電壓法 就採用什麼方法 客氣了嗎 OK了 節點電壓法 我們怎麼樣算節點電壓法 是不是 來 48點 節點電壓法 我會說運勢型的題目 我們大部分都可以採用什麼方法 節點電壓法 對不對 我們第一個動作先假設電流全部怎樣 是流出去 I1加I2加I3會多少 0萬 所以 節點電壓法的基礎是什麼 客氣和呼 電壓電流電流電率 電流電率 好 那再來 回路也就是用客氣和呼 電壓電率 第二個 所以A型的正確 B選項 節點電壓法的電流可以正義假設正確 回路也可以正義假設正確 來 第三個選項 節點電壓法跟回路電流法 可以用在交流電 可以 我們下學期 在我們交流電的時候 我們這個也會很常用到 交流面也可以用節點電壓法 那 節點數n 可以列出n-1個方程式 就是說 這是一個節點 兩個節點 以這個圖來說 有幾個節點 兩個節點 就可以列出一個方程式 三個節點就可以列出兩個方程式 這個是電路選副問啊 先知道就好 反正這個答案是對的 主選這樣對的 是嗎 好 那回路也是一樣 好 所以是發理的錯了 就是 答案為西